涉嫌綁架美加全教士的海地黑幫威脅會試嫖 穿西裝被通緝的海地黑幫頭目若失夫 星期四上載片段說仍然未收到贖金 威脅要槍殺美國人質 又提到要為死去的幫派成員 向總理亨利和警察復仇 當地日前有示威 抗議政府在綁架案上應對不利 17個美加全教士和家屬 上個星期擔訪孤兒園之後被綁架 據報綁匪要求每個人質交出100萬美元贖金 白宮說會盡一切方法協助